百卖在野国游游战于今早进行灾难紧急反应训练演习 抢匪在航节游战后驱车逃逸 并在途中撞向一辆旅游巴士后拙 或导致多人受伤 由于整个演练过程相当逼真 过程中引来不少路人好奇目光 更有不少民众被如此震慑的场面吓到 以为真的发生事故 美里医院急诊部专科医生兼演习负责人 居志阳受访时表示 参与演习的单位有美里医院 美里红心乐会 沙霄整局第六区 警方 民防部队等 他说举办该演习旨在让各单位掌握 如何在突发事件时展开急救工作 在最短的时间内营救伤者 同时加强风险防控工作